你说聊这个话题 我还真研究了一下 男人就分手的理由 男人的话不能信 是吗 男人很难给你讲真正的理由的 对 比如说呢 因为男人容易回避 或者他另外找个原因 他觉得不会伤害你啊 或者什么的 他真正那个原因 肯定是最要你命的 他不能说 男人一般比较怕伤害对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不直接 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藕断撕连 或者是这个分手分不清楚 然后三四个月还在纠缠 然后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不够诚实 我那天在一个 在一个咖啡厅 然后旁边的一个男生 在跟他的女朋友 两个人微信视频分手 已经分了三四个小时 这样子微信视频 对微信视频分手 就在咖啡店 旁边人都这样坐着听 对然后听了 我听了很久很久 其实我东西早就做完了 但是我就听了很久 就是他们为什么会说那么久 就是当彼此问你是否还爱我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去诚实的回答这个问题 虽然连我都看出不再爱了 但是他们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总是说你说不爱吧 也不是就还爱 但是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当我当时在旁边特别着急 我特别想替他们把这个手给分干净 因为你只需要诚实的说出那三个字 不爱了 就可以成功的分手 但是你说这个啊 你觉不觉得有个字很奇怪 就是这个爱 按说人们都撒谎成性 是吧 恋爱当中很多男人吧 撒谎成性 但是偏偏呢 我怎么就觉得有很多时候啊 就说你还爱不爱我 好像对于有些人来说 比如说我啊 我可以在很多别的事情上撒谎 但是当女的真的问我的时候 按说撒谎就完了 我爱你 但是好像就觉得这个 就说的不痛快 就会觉得似乎对他还有种神圣性 还有种纯洁性 或者说这像一个承诺 就是我就觉得特别 如果不爱了 说别的都可以 就是说他正面问你 你还爱不爱我 我还说的真有点困难 真的那你还是个好人 这还有一万吗 今天你 想事二十年 那光是文道讲这句话 他就不是个好人 你敢说文道是个好人 咱们这个里边看着不像好人 那是做你对面这个 那就不用讲 看起来 那关键字说看起来不像好人 实际上也不是 分手专家了 我懂得分手的话 我今天那个还用这么苦劳吗 因为我告诉你 你们刚谈说要不要承认 我爱你不爱你 这是最难的部分 那什么叫爱呢 到底什么叫爱 而且爱总有高低起伏 所以当你说很难讲的出口 往往是因为自己 其实没有想清楚 但是也有个简单粗暴的评价办法 就男人要说这么多话 肯定是不爱 对吧 你要是能够毫不犹豫的顺口而出爱 那就是爱 对 然后你还要说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想一想 我爱你回答 你通常就不等 对 就当时我看这丹娜 王菲结婚的视频 然后他们结婚前 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问说你们相爱吗 那丹娜王菲说 当然爱 查尔斯王子说 你先定义一下爱 你就可以看出 其实晚之后的分手 在这开始的时候 是有埋伏的 对 已经有埋伏了 我是没办法同意的 因为每次谈到这些事情 我跟年轻人也会反问他 你给我定义什么叫爱 爱 你说里面我们都知道 还包含了理解 包含了承诺 有意志力 你要意志 我要爱你 然后还包含了 passion 热情 所以你要先给我定义 我什么样的爱 对你 我才能回答 我而且更退一步来说 我觉得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说我爱你的 我现在告诉你 我爱你 甚至有人说 我要你承诺爱我 那更傻了 什么叫承诺爱爱你呢 我现在承诺了 那我到了明天不爱 怎么办 我是要违背我自己 还是违背你了 爱是没办法承诺的 爱来 comes and goes 所以这爱太复杂了 我觉得要从行为来看 就是我就做出爱的行为 比方说一个承诺 现实上面 婚姻 我们都知道 婚姻跟爱之间 总有一个距离 那是不同的关系 婚姻的关系 有现实的考量 生小孩也好 所谓建立家庭也好 我觉得其实两个人的关系 从行为主义 行为角度来看 比较好摆定 假如你整天很抽象的 来无影去无踪的跟我谈 要我承诺爱跟不爱 答应你 爱你 我觉得太荒唐 我觉得爱跟承诺 这些是两码事 但一般我们在问 这种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你爱不爱我 我爱不爱你 这种问题的时候 之所以大家觉得 不需要定义 详细去定义的理由 是因为那个语境本身 其实是已经包含了 一些定义的范围 比如说你在分手的时候 你再问 你还爱不爱我 跟你在结婚的时候 你爱不爱我 其实意义是不太一样的 而那个意义正常情况下 大家能理解 假如一个人 不能觉得需要再想想的话 我觉得就两种可能 第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他真的不能理解 假设 第二种是什么呢 就是他那一刻发现 他需要再仔细区分 是因为他对一般情况下 认为在这个情况下 对于爱的那个定义 他没有办法完全负担 还有文道 假如因为从这个推论下去 除了说定义以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于爱 就是说好你说你爱我 那隐含的语境也隐含说 当我问你爱不爱我的时候 其实隐含的 我再问你 你愿意为你爱我付出什么 OK 其实是有后面的 当男人问女人的时候 跟女人问男人 还有不同年龄的男女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 经常看到一种情况 还蛮可悲的 其实不仅发生这男女关系 像我用我女儿做举例好了 有一次我跟我女儿 因为一些事情 其实经常因为一些事情 讨论 意见不合 矛盾生气 我女儿有一次就讲 老包I love you 她讲英文的 翻译为中文就说 我爱你 可是我不喜欢你 OK 那我很难过 我当然很相信 可是我觉得这种感觉 用在很多男女关系都是 我爱你 可是我不喜欢你 某些行为性格 态度 所以我没办法跟你一起生活 可是你问我爱不爱你吗 我还是爱你 可是当你问我爱不爱你的时候 其实你期待我为这个爱 也接纳了你那些其他事情 我跟你说 好多老情人就是这样 20年后我还是爱你的 但是只不过没法跟你过了 但是感情这个非常细微 所以说一落到现实 有时候就显得丑了 就像你说的 你愿意付出一些什么 我跟你讲 这个我给你看个截图 这个搞不好会引起法律事件的 你可以看看一个律师 现在网上说 律师温馨提示 520 这不刚刚过去不久 52013149999等数 可能会被认为具有特殊意义 属于赠予行为 分手时不能主张返还 发10010001万普通数字 可能会被认为借款 分手时可以主张返还 需要注意的是 请不要在红包中加入 我爱你词汇 要想将来要回来 建议使用 这是你要的钱 当然这有点瞎掰 后来人家有法律界人士说了 说这个也不一定 这瞎掰吧 不不不 有点普 但不是绝对的 这个当时就是法院认定 你们两个人在恋爱期间 到底是赠予 还是借钱 就说单凭这个 当然不能做出 法律上的这个准确定义 但是呢 杭州有一个案例 俩小孩呢 就是这个2017年谈了一年 到2018年谈了一年恋爱 中间呢 女方要开店 创业 说是给男孩这个 要钱 男孩呢通过微信转账啊 什么什么 前后就是给了他38万多 然后一年后 俩人分手 就在法院裁判 这个男的就说 这是他给我借的钱 他要这个还 法院最后怎么就怎么主张啊 就说这个里面 这个大部分的钱 33万多好像是 属于借款 你应该返还 但是唯有几笔钱 是属于赠予 为什么呢 怎么呢 这几笔钱是什么呢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314 还真是这样 13145.20 还有一笔是13145.20 还有一笔是13145.1之类的 就是几万块钱 因为是当时是这个数字 那你这个有 当时这个爱 我爱你一生一世的 被认为是 所以这个故事教训我们 给钱好好给 别来这么多 别来这些有的没的 但是我就说 像方舟刚才讲的这个 这个分手 你觉得对于很多 你的同龄人 或者比你还小的人 有困扰吗 还是说他们完全不认这个 不爱就不爱了 没有 我觉得对任何人来说 都还挺困扰的 我原来跟文涛老师 知道我一个故事 我之前打电话 跟人家分手 然后打电话 分了六七个小时 打电话晚上 然后对方说 我们倒数321 然后都挂了电话 然后就再也不要联系 然后他数321 我真的挂了电话 过一秒钟 对方打回来 说刚刚是没电了 还是你挂了 我又很怂 我说没电了没电了 然后再继续聊 就是这个过程 还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觉得对 任何的年龄的人来说 就是分手都是一件很 就还是一件挺苦恼的 一件事情 最困难 最困难 我觉得就是 你无法诚实的 面对自己的情感 和面对对他人的情感 你就刚刚说你说 问你还爱不爱我的问题 其实我发现我自己在感情当中 我特别喜欢 我每天都问对方 就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我开始以为自己是一个 就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不得没男朋友 没有 但是我后来发现 马上走 问毛了是吧 对 其实对于我来说 它是一个像是一个续约的 一个条约 你知道 你还爱我 好 我们就又续了一天 要是有一天 你可能不太爱我 我们就不续这个约了 所以我觉得 就每天逼问 我觉得也是 拷问对方情感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最难的部分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 去诚实的面对 自己对他人的情感 你那么缺乏安全感吗 需要每天确认 对 我每天问 然后 那你现在不是预备 要跟一些 有个复合名单吗 我觉得他们会不会 第一句话 你还会没 他也有符合条件 你不能每天问 你看那天 我们跟那个周迅聊 我就发现 他有点这个 他就说 比如说 他就说 你每天说早安晚安 他也不是说 非要要求你说 但是如果你说了 每天都说早安 每天都说晚安 突然有一天不说了 他就有点落空 对 女人是这样的吗 就是需要感觉到 自己在对方生命中存在 然后 然后是有一定的重量 有一定的这个 这个对方生活的一部分 反正我觉得 我好像还挺需要的 挺需要这种缺乏 而且我特别害怕 对方比如说 因为不好意思 因为同情 因为责任感 因为觉得 哎呀 谈了那么久 我们是不是还是往婚姻的方向走 而就是跟我续这个约 我特别害怕这一点 就特别害怕 对方其实存在一个 他只是关系 而不是爱的那种状态 那真累啊 那对方不仅要告诉你 我爱你 还要证明 我是真的爱你 我不是因为同情而爱你 不是因为施舍什么好 那我刚想问说 那你有到过来问自己吗 你每天都是用同样的强度 来爱对方 你不能容许自己那一天 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 要因为要来见文涛的关系 都根本忘记了对方 你不能容许吗 我会跟对方说呀 就是因为我觉得是双向 我跟对方说说 我觉得你今天好像没有那么可爱 或者是我觉得我好像 今天我有点没有那么喜欢你 所以我觉得这种诚实 应该是就是双向 所以你必须天天重新确认 你的时间感 对 是依照每日24小时来进行 或者至少每周半 就是因为我觉得人 我觉得爱情是一个特别变化和动态的过程 你不能说第一天 我说爱你一辈子 我就指着这个承诺 可是这里面还牵涉一个问题 就刚才嘉惠讲了说 你怎么知道对方说的是真话 那么这就牵涉一个信任问题 但信任这个问题 在哲学上是没办法获得最终保证的 这基本上是一个逃不出去的一个吊诡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让你证明我确实是好人 我跟你说 我都跟他不一样了 你讲诚实 不肯诚实很重要 对吧 我接受谎言 比方说不要说分手 就比如说就是别人拒绝我 你知道吗 就好比说我说嘉惠 我请你参加我的节目 对吧 那嘉惠可能说 哎呀我昨天怎么这么很忙 明天搬家后天什么 哪怕我知道是谎言 你知道吗 我感谢他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别人费脑子 编织一个谎言 这是给我很大的面子啊 那比直接说我不去 或者说对啊 他编这个谎言 他也费能量啊 我就觉得这就叫 就是我会有点感恩 就是说确实给我面子 同样你知道 哎你要这么一说 我还想起来 有一天我参加一个什么 一个活动的场合 突然间有个大明星啊 过来跟我说 说哎文涛真不好意思啊 就说我不是那天不去参加你的这个节目 我是有什么什么事 我当时说实在我挺感动的 我说人家这么大腕 还这么体贴的 我说哎 我说我干这个20年 被拒绝就是我们的工作呀 我怎么可能为这个事情 为这个事怎么会得罪我 或者一点都不会有 这只是人家体贴我 所以呢 有的时候我就 我就觉得 别人呢 找了一个理由 其实人家是不来 对吗 但是人家都愿意给你找一个理由 我觉得这个谎言也是对我的尊重 这真是个好人 但是 但是OK 但如果换成 这不是比如说是不来做你的节目 而且在感情中欺骗你 可以的 也是因为花里饭里 因为 因为本来 你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 不是 因为我也这样对待别人 因为没有真相可言 你记得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在一个朋友家里玩 我来了 我就看一个小女孩 就像她这么大岁数 躺床上 我们在喝酒 她早就喝 喝运了一天晚上 一天晚上啊 夜里就是 为什么呀 为什么 我说这疯了 她说就是失恋了 失恋了 你看你就觉得 她一定要弄一个为什么 这个 其实是不是 可能人的心理上有个闭环 就是 我总得有个原因呢 可是那个时候 我的一位女性朋友 一位一位一位 我的老师 我觉得她说的很智慧 她说分手不要问为什么 她说了 也不见得是真实的原因 你又何必非要追究这个原因呢 但是有的时候好像 哪怕是个假的理由 至少自己心里有一个安放 那有个句号嘛 然后我心情才甘心嘛 才放得下来 而且给理由 其实她背后有一个逻辑 就是说 她下一个就可以问 那我可以改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 分手分不干净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觉得分手 有一个大的忌讳 就是去指责对方 和数落对方 好多人分手的时候 她会说因为你什么不洗澡 然后因为你这个东西乱放 因为怎么样 但你这样的分手 永远是分不干净 因为对方说 那我可以改嘛 其实她也改不了 然后你们的这个感情 又被毫无意义的叙了半年 你这个提醒非常重要 对 然后我觉得就 反正作为男的 很多时候要是被女的抛弃 老是想说 我一定改邪归正 我一定的改 其实她不要你了 就是不要你了 所以我有一个分手的 就我有一个分手的诀窍 一个必杀计 就是其实 其实分手 就是跟辞职是一样的 就是你到最后的时候 你应该只剩下感谢 谢谢你这段时间的陪伴 谢谢你的栽培 那我现在要走了 然后我们 我们彼此都有美好的前途 就只有感谢 没有数落 没有值得 这是日系的吧 这是日系的 就是别人为什么 你就谢谢 就是我觉得这是唯一能分手 就是反正我 我自身经历的 比较有效的一种分手方式 就是只有感谢 这时候街角 撒下一缕阳光 旁边有一只猫跑了出来 欲据分手 但我在想 就回头讲 为什么这个问题 为什么仍然很重要 就大家还是会问的 是因为为什么 当人在问为什么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 并不是出一种 知识上的好奇心 为什么茶会是这种味道 这样子 为什么是在人类世界里面 一种关系的修复跟表达 对不对 像社会学家 Charles Tilly就讲这个 就我们当我们问 比如说很简单 比如说今天嘉辉 如果迟到了 那我问为什么迟到 其实我并不关心 你迟到的理由 我们要的是 你随便编个理由 你编个理由出来 其实那个理由是干嘛 是用来表示 你很对不起 你并不是毫无意义的知道 你要 就算我们明知道是假的理由 但是你要用那个表态 来说对不起 然后如果我们接受了的话 那其实就是这个关系的修复 所以同样的 在分手那个状态 问为什么 是从一种关系 转换到另一种关系的一个关键 就是说当我今天知道 为什么你要跟我分手 我问这个的东西的时候 是因为我感觉到这个关系破裂掉 我在要求关系的修复 所以我会问为什么 那这时候如果你答了一个为什么 然后我说我也会改 那就表示我希望把这个关系修复成那样 然后这时候你就会不断再说更多的理由 使得我觉得这个关系不能再修复 那么但也有些时候 当在问为什么的时候 是在看能不能从这个关系就跳出去了 那转换成那个关系 当然不一定是继续情侣关系 可能是友好的关系 普通人的关系 所以问为什么就决定了你这段关系 往哪个关系转变 所以为什么还是重要的 人家一定会问的 可是当你问为什么的时候 有时候你要想过你付出的代价 除了对方假如真的讲一个理由 你脚臭 你什么什么 你变老了 你这个拉个 甚至说对不起 他比你好 OK 我插一句 你喜欢的那个李敖 当年不是很有名的段子 就是碰见回音梦了 回来跟他当时的女朋友说 我爱你还是百分之百 但是对不起 来了个千分之千 所以当你问为什么的时候 你心里要有所准备 你又知道说 你要承受得起这个代价吗 或者说对方说谎 不一定每个人都像你这样 人懂得说谎说得好 别指着我说 当你知道是假的时候 那个伤害可能更大 我们为什么在特别感情里面 我以前聊天也谈了 在感情里面 我们很痛恨被欺骗 为什么呢 当我发现被欺骗的时候 我突然最大的感觉是你偷走了我的history 我的历史 因为我整天想象我们当时共享的事情 那个过程是怎么样 你不在我身边那两个礼拜 因为你去出差去北京 那我就在那边还很担心你在北京啊 出差累不累啊什么什么 然后后来我知道原来你骗我 原来你那两个礼拜你去了台北 跟谁谁谁 能温度去到台北啊 泡温泉啊 那我除了会有忌妒啊 泡温泉 我跟你说 在乌兰还是在北斗呢 忌妒折磨人的都是这些具体的画面 那我除了忌妒以外呢 其实我更难过是说 我最不甘心是你偷走了我的历史 我那两个礼拜的记忆啊 我的历史记忆 原来是空白的 原来是扭曲的 原来是荒诞的 我最痛恨这个 所以就这样吧 有时候是当你问别人为什么的时候 你真的还要有所准备啊 就能不能成熟 就我刚才讲的 这个折磨都来自于具体 所以反过来讲啊 有的时候解脱一些被拒绝 或者被分手的这个痛苦啊 可以适当抽象一些 就是说我们分开了 我们的感情怎么样 我们性格不和 这样还好一点 他往往最折磨人的 就是这种想象 然后就说 哎呀他跟那个人逛公园 但是我们去过的公园 泡温泉 你说哎就想这个 是没法想的 所以我就跟你讲 就是说这个我研究这个嫉妒啊 这个嫉妒里面跟人的占有欲有关系 你比方说有些 我看一个日本的一个人写的一个东西啊 这种心理你能理解吗 就是他对他的这个女朋友 占有要占有到什么程度 他甚至连他 就是说以前交过男朋友 他都不能容忍 但是毕竟有过 以前找过 那这怎么办呢 这个日本人 他要逼着这个女的详细的告诉他 你跟你以前的男朋友 你们做过的所有的事 这个女的简直就像是一场噩梦 每天晚上就接受这个盘问 因为这个问题永远会有几月几号 几月几号你们那天去了哪里 几点 做了什么 几点睡的 到了哪里 哇然后回来还就说不对 你昨天说的不对 你几号你应该是去 哇我的天 其实你里边你发现没有 就是说我自己心理分析啊 我认为是一种 他极强的占有欲啊 但事实上不能占有过去 那么占有你的回忆 你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不掌握的 也是一种占有的一种满足 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就是爱情的本质是不是嫉妒 因为就有太多种 你比如说我嫉妒你的过去 就是你的这个过去我没有办法参与的部分 然后我嫉妒你没有我的将来 然后我嫉妒你现在虽然和我在一起 但是你除了和我在一起以外的时间跟别人在一起 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会 有的时候会就我自己经历过 你会嫉妒对方 你知道就是因为虽然我们俩都是百分之百爱对方 但是爱情在每个人生活当中的分量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爱情在我生命中只占三分之二 但是对方只占对方的三分之一 我就嫉妒他为什么会显得比我更轻松 更游刃有余 更有多的社交 然后让我每天就只是去想他 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想是不是 亲密的战争啊 对就是一种强烈的不平等 因为可能爱情是没有办法去平等 听说分手后你很不幸我就放心了 对 那你这么讲是不是最好还是别去找人 空窗继续空下去多爽对不对 我给你们看一个那真叫明示风流的 这个你们可能知道 能把分手弄成一个行为艺术 你知道西方有一个女的 这个这个咱们可以看她照片 就好像叫玛丽娜 就行为艺术家就就就这位 然后呢她呢碰见她的灵魂伴侣了 恋爱了12年 俩人准备分手 就这个分手做了一个 好像还不止12年 12年 做了一个行为艺术 做了一个行为艺术是什么 两个人在中国的长城 哎呀这小帅哥 不是不是老帅哥啊 两个人在中国的长城 一个他从山海关 穿着红衣服往西走 他的这个男朋友 穿着蓝衣服 从嘉玉关往东走 就然后拍下来 你看走的这个路线 最后呢 在这个这个交汇的地方 在就好像一个叫 二郎山的地方 交汇的地方 正式挥手告别 然后22年之后 又过了22年 这个女人在纽约的 MOMA美术馆 搞一个行为艺术 就是说1000多人啊 逐个是他的回顾大展 双眼对视 听说Lady Gaga 都跟他什么双眼对视 结果来了一个人 你看 就是他当年的这个男友 22年之后 他跟比赛 别人对视的时候 据说都没流泪 就是看见这个 这个灵魂伴侣来了 流泪 你说这种分手 可是我看 不管在长城 我那时候看这个case 不管在长城 还是后来 都其实不是分手 是分手之后的一些行为 一些仪式 其实早分了 你讲得很好 当时分手的表演 对啊 performance 当我们讲分手的时候 就是我坐下来跟你说 不如我们不要在一起了 当然也有这个分手了 真的分手了 然后才会约定 好吧 之后既然我们都是艺术家 然后大家 这上理由说 我跟胡亦梦离婚 每个大家的知名度 都加了50% 一样 那是用后来的 他不一定为了知名度 这两个 可能为了一个行为 艺术的本质 可是真的分手 就是他们坐下来 商量这个计划 对 就已经是了 商量计划以前 就是商量讨论说 我们分开吧 不要在一起 那个假如 那时候没有一些伤痛 那坦白讲 你没爱过嘛 歌也有得唱了嘛 有爱就有痛嘛 不用请 不用请李忠胜大哥来 我们过来的人老司机 都知道有爱就有痛啊 有痛不一定有爱啊 然后所以真的坐下来 所以作为一个 假如是好人的话 我们也经常说 什么叫朋友呢 朋友就互相保护 那什么叫 很好的朋友呢 很好的朋友就说 就算到了一个 有冲突 会甚至有一点点恨对方 或说没办法 在做朋友的时候呢 我们也希望 把对方所承受的伤痛 不管是心理的 感情的 还是现实的 变得最小 最容易来接受 所以有些人分手 夫妻有法律的规定 就算男女朋友 有些人分手 我也说会关注你的 你需不需要 经济上面的帮助 工作的帮助 我们爱过 我保护你 我保护你受的伤害 不要那么高 不要那么多 所以才会延伸出 很多分手逼说的语言 不一定全部说 有几句经典语言 比方说第一句 就是说 You deserve someone better 你值得配上最好的 更好的 更好的 你值得配上更好的 对 也是因为 等于是我不配你 你值得更好的 你值得更好的